姐妹们哥本悠闲又给咱上新了一个新鲜玩意儿 益生源的青植 这个青植可跟一般的青植是不一样的哈 它这个里面添加了一个B420的进口益生菌 然后他们家的有机卖苗的话是达到40%的 这个青植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让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个低聚果糖和橘粉 他们这个粉都是1000目的 就是你喝着是不会卡嗓子 看这个油油的 而且它这个不像是那种很难喝的那种青植 这是一股青草味 它这个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甜度 因为低聚果糖橘粉这种东西都是甜的嘛 而且还添加一个罗汉果甜 就这个适用于什么人群呢 就是你平时不爱吃水果蔬菜的 你就可以一天一顿来上两条 不管你是早饭吃还是午饭吃还是晚饭吃 来上两条都是可以的 就是一天不要超过15条 就是不能喝的人群的话 就是你对它这个配料就是过敏的不能喝 然后小孩婴儿不能喝 然后其他人群都是可以喝的 很好喝 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 有点像抹茶的感觉 然后一点点甜 你看它的粉质 是特别细的那一种 如果你觉得这样喝的话不好喝的话 你可以拿来对牛奶 你看加了牛奶 这样像不像一杯抹茶拿铁 加牛奶就更好喝了 你每天喝两条的这个 就相当于你吃了那么多的水果 然后还有营养素 这真的很适合于你平时不爱吃水果 然后你胃口比较小 稀说不好的人 你每天来上两条或者是四条 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真的特别的好喝 我之前也喝过 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也喝过那种试炼上班的那种清汁 就是一股青草的味道 我觉得点的不好喝 这个的话就完全跟那个不一样 但是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跟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那种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个只是说就补充营养 然后补充30纤维的 这个每一条里面还有2.6克的30纤维 所以说自然就是平时你把你的饮料 或者是白水你就换成这个 你泡一杯来喝 其实对身体是比较有营养的 而且包括你餐前去喝一喝 这个的话也是特别的好的 它这个真的不难喝 里面有低聚果糖呀 橘粉呀这种椰子油粉 然后还有罗汉果甜干 所以说它的味道 真的是属于很好喝 很好喝的那一种 就两条真的能补充这么多的营养 就是你不用 有的人不爱吃水果 然后你就直接喝一点这个的话 你该有营养也补充了 这不是什么就是感觉是那种智商税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感觉配料吧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说我才会推荐给大家 然后再说一遍 跟那个那个这方面哈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管这个的哈 然后我推荐这个也不是因为 这样这样的哈 这只是补充大家一个所需要的营养 然后和膳食纤维的哈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从来没有卖过这种东西 但是我今天看到就是哥本优选 我跟他合作这么久了 然后他家的东西的品质 其实我是很放心的 然后再加上他的配料表 真的是真的贼贼贼贼贼优秀